杨州市曹庄隋阳帝 萧后合葬墓里 萧后光管外一坨神秘的黄筒中 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隋阳帝皇后凤冠修复计时 上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2014年7月 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 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 今天它又回到了扬州 就在一去一回之间 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 迄今保存最完整 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官 终于展现出了他京式的美丽 作为萧后官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 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君昌 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 过去的三年 销后奉官几乎是杨君昌生活的全部 随着后官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进展 杨君昌时而激情满怀 又时而忐忑不安 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 能够修复保存如此完整 等级如此高贵的礼官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压力 他这个也用的比较单一 当然我们看到唐的其他的 机缘巧合 双目现世 扬州曹庄隋阳帝 销后合葬墓里 埋葬着怎样的秘密 酸性土壤千年侵蚀 销后奉官是就地经历 还是另觅他法 斑斑勃勃的秀迹 若隐若现的繁花 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 这一目前出土 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奉官 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 而令人担心 他如何经受得住 从扬州到西安 这一千多公里的颠簸旅途 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 花树摇曳 电拆盛辉 皇后奉官能否重见天日 2013年春 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 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 两座砖式墓的出现 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随着逐步清理 一号目随顾阳帝墓志重见天日 之后二号目女性尸骨的出土 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试 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 经过反复论证 2013年11月 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 扬州曹庄隋唐墓 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阳帝扬广 及其皇后萧氏的和藏墓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 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 根据出土的隋顾阳帝墓志 十三环叠蟹金玉带 大型刘金铜补手 以及大量的文官勇 武士勇 骑马勇等高规则隋藏品 结合文献的记载 确认一号目的墓主 就是隋阳帝 阳广 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 经南京大学体制内学专家鉴定 死者为大于56岁 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 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 但是根据墓葬形制 墓内出土高等级隋藏品 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 结合文献记载 判断墓主人是隋阳帝的夫人萧后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 清理出一具冠 那么这件冠 在我们隋阳帝萧后墓当中 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 它是皇后用的 一个是它身份比较高 是皇后用的 第二个很简单 这个罐是女性用的 所以说这个罐对于 证明萧后的身份 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说它这件东西 可以说影射出 看到我们萧后和阳帝的身影 隋阳帝是隋朝末代皇帝 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 隋阳帝在历史上颇负争议 有人认为他浩劫民力 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 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 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 修建洛阳城 建成大运河等 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 而他的皇后萧氏 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 隋阳帝被杀后 萧后被女文化级为首的叛军 裹挟前往北方 后来又被窦见德掠走 之后流落东突厥 杨广的一个妹妹 逸臣公主 她被和亲嫁到了东突厥 嫁给了残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逸臣公主知道嫂子 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萧后当时带着 年幼的水洋帝的孙子 也带着他们的孙子 杨正道 所以逸臣公主就派人来跟斗建德交涉 因为东突厥 他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斗建德 他主要的是要跟北方的其他的军阀 其他的势力要增添一下 所以他不能复备受敌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既然你要这个萧后 他就把萧后送过去 所以萧后在东突厥 实际上在三系境内 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直至贞观四年 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 贞观二十一年 即公元六四七年 萧皇后以八十一岁高龄 崩逝于长安 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 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 扬州与隋扬帝合葬 在二零一三年八月 开始进行的 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 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 一块特殊的土面 在清理土面时 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 包括残断的铜丝 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猪等 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 它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 或者一个小十字的时候 小装饰品的时候 也没办法判断 这是什么东西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 没有太多的认知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层的深入 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 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 那个溜金的一些花片 然后还有一个 慢慢地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 还有它的薄冰 当薄冰出来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这一件东西 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 人们越发确定 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奉冠 考古人员于是决定 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 留作精细考古 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 始终在持续进行着 这块外行人看来的 一个土块 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 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它那个因为是它的铜的 就是说你稍微一碰 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 所以这件东西就是说 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 就可能就是说 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这个灌的当时 现场我们判断的 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 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 请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 到现场来 给我们做指导 扬州考古队认为 以目前的能力 无法在现场完成 对萧后官的清理和保护工作 2013年12月 国家文物局在扬州 为萧皇后官等重要文物的保护 组组织了一次专家会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总工程师杨军昌 也来到了扬州 他此前带领的团队 曾与德国专家合作 成功保护修复过 唐代公主李锤的花冠 但眼前的萧皇后奉冠 让她倍感震撼 现场判断 这具高贵的礼观结构很复杂 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 长约0.6米 宽约0.4米的木箱内 在安葬时 是被单独置于棺果外东侧的 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这种薰还搞完了 这种薰还 这种薰一般大概干 咱们这样子 你看这个地方 我现在觉得是分解线 对 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 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 这块粉的都 你看这都掉了 就回去没法弄 整体打破 不再整体 就一体打破了 不再单独分离了 最早我们的想法是 把它单独分离 好 为了是将来拍CT和S光片的时候 为了是不影响 还是小 打破一门 但是你伸进去了 你就不敢了 对 就在信息的 现在你这一拿以后 整个就没了 在陕西出售的那些文物 同样的材质 尤其是培饰那个罐 它也是纯铜制品 表面也是六朵金 结构跟这差不多 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 陕西的土壤酸性 没有扬住的那么高 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些 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 做了一下酸碱度的一些测试 从那个市值 就是我们叫酸碱度的市值来看 它的酸性在五到六 那个酸碱度在五到六 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培饰 那个世界的一圈 那个珍珠像那个 那个杏叶市 像这个薄病 一圈的珍珠都保存的 90%都保存下来了 只有个别都没保存下来 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 它的土壤的性质 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 有害成本的侵蚀 所以就没了 是这样的情况 扬州与西安相比 土壤呈酸性 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 所以销后关出土后极其脆弱 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 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 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 把销后奉关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 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 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官的保护研究 但杨军昌深感 保护萧皇后李官难度与李垂官不可同日而语 萧后的这个罐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 等级最高的一个李官 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跟树子在讨论 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从我本身来说 假如我要做它 我觉得压力也很大 因为这是第一个 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李官 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 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 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 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 所以开始定位 我们把它就做一个科研来研究 2014年3月13日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 在杨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 对萧后官进行实地调查 对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完整 等级最高的李官的保存状况 进行科学评估 连日奋战后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根据现场文物保存的状况 终于确定了保护性提取 萧后官的技术流程 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 2014年7月 他们开始了对萧后官的现场保护 与整体打包工作 可是千年奉官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 已经腐蚀严重 该如何提取 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当然在现场就说 刚才我说了 我们那个表面 它是考古迹象 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 第一步我们先把那凹凸不平 把它填平了 我们的团队在里头 在做拍照 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 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了 晃了 就思考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办 实际上我出了它那个考古迹 就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 我突然想起来 填沙子是不是挺好 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 你如果随行好 你如果望一个恐龙一天 它自然就把那个恐龙填实了 这样就避免了 你这个在搬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些坍塌 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 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 对我们还是有损害的 当时我们的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 质量好的保鲜膜 把它扎成松散的沙带 然后把它放进去 自然就随行了 实际上事实证明 我们这个方法很好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利用松散的沙带 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 一般而言 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 把凤冠糊起来 再用石膏绷带 把石膏糊到表面 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 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 但困难又一次出现 凤冠如此脆弱 该如何做 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 墓室地面呢 这让杨俊昌思考了很久 是抵的过去 我们就会在底的地方 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 插进去 推进去 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 这样来说 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 可是这一次呢 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个担心 这么整个东西 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 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 大家知道铲的时候 你是推的过程 推的过程底下 有可能起联动作用 底下或者是泥和土 你会起联动 对罐造成影响 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 怎么做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销供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 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 为了把这个罐做好 我们就说从砖底下 跟砖一起抬起来 不容易呢 它却崩了一起 到那儿就完了 对 你也没转 你也没转 你也转就好办 没转就把砖子弄 三角 三角 这个叫三角 没有没有 这个没三角 没三角 那没一角块 文保专家先给关体底下的砖编号 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 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 把木条插进去 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 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 接着一个翻转 就把缝宽安全地扣放好了 2014年5月 隋阳帝和萧后 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 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呼一汗如雨 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 为了萧后奉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 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冠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 等级最高的皇后奉冠 历史价值非凡 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 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 铜硫筋的萧后冠 腐蚀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任何搬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 舞舞台前 下顶 好 up 赶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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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1 哦 算 好了 小心啊 没事 再这样 好 把他放在哪个 1 2 一二三 后面还高一点 对方一边 再转一下 慢点慢点 现在我们的工作完完结束 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最终埋藏萧后奉冠的这一坨黄土 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 被整体打包 安全地离开扬州 远赴西安 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 鉴于销后奉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 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 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 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 杨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 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奉冠的技术流程 2014年5月31日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开始了对萧后奉冠的整体打包 同年7月 这顶珍贵的皇后奉冠被运抵西安 2014年8月20日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 萧后冠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奉冠进行前期研究 萧后冠的到来 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压力也是动力 出土皇后理官已属含有 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理官更是绝无先例 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进行皇后奉冠的清理保护 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 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 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 为了萧后冠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 在这里X射线机被用于显示风光的内部结构 而延时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 还有扫描电竞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在西安局 举行的第一次专家会后 2014年11月初 萧后冠正式拆箱 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这是七盒的底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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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 掀开木袋 因为销后冠是倒置在箱子里的 为了了解冠体物质相对位置 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 开始发挥作用 嗯 能到对S光对CC能影响多大 我这看着PPT 哎呀 哎呀 因为我的记者靠 真的 不要记一下就刚好是那个 这样 嗯 你现在就这个东西不能动的 对 这肯定不能动 一动呢就很麻烦 嗯 有可能大量 我现在都靠大量的功能 还是在这实验室给清吧 嗯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绝对我是东西 这个地方呢 我拿着手指罩 挖一下 不要用手指 没有勇气 这样它再给咱们就拍一下 一照相出来效果非常差 然后他在讲这个 他眼睛这个东西是什么样 所以就挂进去了 所以我讲了很多很多的缘 是 最终就在这来体现 是 要不然就是前路近期 那把它再拆下来 看底下再有什么痕 它这两种图很奇怪 对 嗯 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底下也很难说 这肯定是七盒 但是这个绿颜色就是铜的东西 肯定是 这点像木材 对 木材 这里头像瘦 好 我们到那个七龙 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知道了 或者说是七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 贴金的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 借助各种仪器 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 进行实验室考古 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 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争备文物实验室里 X射线机 显微红外光谱仪 一系列设备 开始对销后混观 进行全方位检测 在泥银上脱 simpler 在空的旅程中 被迫美金 Highshp 卡尼 的 两件事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认为是玻璃的 那就打一下这个白色的吧 那你说这个是玻璃 然后这个是玻璃那一圈 粘在那一圈的边上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 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 是萧后观表面精美的电花 这是一个电花 这电花你可以看到是六个花瓣 在六个花瓣外头 实际上还有六个 原来应该是镶嵌的 有珍珠的 这是六个珍珠 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 我们在现场也做了土壤的检测 阳洲的土壤是酸性的 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 这中间也是一个花蕊 实际上应该是花蕊 你看底下是 因为那个玻璃 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 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 剩了这点残留物了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沾回去 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 底下是贴金的 这个是标准的 唐代的掐子镶嵌 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 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状 把它然后焊接起来 像这个地方镶嵌上珍珠 这一块镶嵌成玻璃 这一块也是玻璃 然后玻璃一抛光 那是闪闪发光的 很漂亮的 你看 那个是一个花蕊 不像这个的 我们都 其他我们能说出材质 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 是一个花蕊 我们认为是防制片的东西 很难说 随后 销后观的整体结构 也逐步清晰起来 这一块镶嵌 销后凤冠运送到西安以后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并没有马上开展清理研究工作 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 该怎样清理 又要做哪些研究 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 每一个问题 对于项目负责人 杨军昌来说 都是考验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 根据专家意见 杨军昌和他的团队 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 完善了考古实验室 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 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 同时也对封装的销后观 进行了X射线检测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 2014年11月初 销后观正式拆箱 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额头这个部位 你看这是一圈 这个是第二圈 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三圈 这是沿额头 沿额往上三圈孤 但是这三圈孤 你是没法固定的 它沿着孤的垂直方向 你看就这个部位 你看见没有 钻一圈半圈 绕到头顶 绕到另外 它这个位置在哪 在耳朵这个部位 然后在这中间 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 现在我们看不到 连这个方向垂直 到另外一边 大概到这个位置了 它是另外一个两条孤 在脑的顶部是成十字胶的 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孤 不然的话 你就没法固定 这个部位呢 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 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 你看它有 一二三四五 这一排有五个水滴型的 是第二排上面这是有有一二三四四个 在这地方有三个 实际上这个呢 形成了一个装饰品 这个在京剧上 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 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的部位 都是水滴型的 你可以从这个花瓣 你可以看到水滴型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空洞 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 在这个中间 还有这个地方 这有一二两层的花瓣 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 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 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 由于腐蚀那么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我们有拍的S光片 我们拍的S光片一拍一看 特别漂亮的纹饰 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 也是有纹饰 你像这个地方 在这个孤的最底下的一个孤的 外面又加了一层石 你看到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全是一个不规则的 圆形的一个凹坑 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 在上面又镶嵌了玻璃 这原来是抛光的 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 因为现在腐蚀了 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薄病 也完全腐蚀了 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 你能看到这一块 是有玻璃的镶嵌的 实际上我们有S光 在那边的S光片可以看到 这上面实际上有三朵花瓣 还有花叶 仍然那个像花叶的那个位置 现在花瓣的中心 都是贴的金 金上面在镶嵌上这个玻璃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 一块黄土中掩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 神秘精巧的电花 花蕊上站立的石人 精巧的装饰 螺旋状的花梗 尽管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岁月亲时 斑驳秀时也不能掩盖它曾经的美丽 让人不禁遐想起当年这顶皇后奉冠的绝世风采 这次杨州人员出图我们小黄河的花馆 那么为我们了解唐代的早期 这个经营工艺的这种发展的状态 它的记忆还是比较全面的 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很不容易的 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 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 然后要锤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 也要靠火把它再回回火 人们再反复再锤叠 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 不像现在有好多设备 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 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 销后奉冠的实验室考古 每天随着文物的出路 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 比如2015年年中 奉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 引起了外界对奉冠再一次聚焦 奉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 脆弱的千年奉冠 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 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 又能有什么新发现 现存发现年代最早 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官 如何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私优优独播剧场合影